那所以這個是便利貼 所以你可以在黑板上面新增便利貼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輸入文字 然後放進去就好了 它就會出現在這邊 你要看就打開來看就好 剛剛是便利貼 那再來呢 這一個老師會很常用 這是我們平常教學工具在這裡 那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這個就是鬧鐘跟碼錶 那要用就直接拿出來 所以你那個低年級在教時間有沒有 它這個是直接可以移動的 叫學生念現在是幾點幾分之類的 叫學生去搬 叫學生上來移動位置都可以 所以這是時鐘 那這個是倒數計時的碼錶 倒數計時的碼錶 所以你可以這邊點一下設定 比如說你要倒數10 這個應該是秒 好 設定好之後 play 開始倒數計時 然後這個是尺龜 你要練習那個怎麼去量 量尺的位置 量數學課啦 數學課很好用 然後也可以轉角度 然後三角板 也是都可以拉出來 可以旋轉 可以使用 好 然後 兩角器 這個數學課絕對都會用得到 原規 你要教學學生怎麼去使用 有沒有 好 那筆還可以換顏色 筆可以換顏色 然後可以移動那個 移動那個半徑 移動半徑 然後就可以拉著畫 就可以畫出 你要的圖案 這個都是很常用的 計算機 這個就不用講了 然後這個是 我再換一個畫面 第三頁 第二頁 那這個是那個座標系 你要上那個座標的課 中年級上座標課 然後指南針 自然課 然後這一個就 這個數學課好用 就是 他蠻特別的 就是尤其你用搭配那個手寫板 或者用滑鼠寫也可以 好 你把它拉出來之後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讓你寫數學式子的 比如說你要寫 一元 二元一次 還是一元二次 隨便 我已經忘記了 好 那 比如說 x加y 等於2 對不對 然後你還要用 y-x等於0 隨便 我隨便 然後加一個大括號 你看 你手寫的東西 它會自動幫你生成 印刷的文字 電子格式 然後就直接 插入 它就是一個美美的數學式 很神奇 好 所以這個是數學式子 好 數學式子 好 然後再來 我把這邊一次講完 好 再來呢 這個是翻翻 嗯 翻翻卡吧 那個叫翻翻卡 好 這個翻翻卡的作用是這樣子 我們常常會把問題寫在前面 好 這邊可以輸入你的問題的抬頭 然後問題的內容 然後甚至可以放圖在這邊 好 然後所以這就是正面 那 你可以點這個 呃 ID的那個那個燈泡 它會翻到背面 你就把答案寫在這邊 好文字寫在這邊 或者圖片寫在這邊 好然後就可以翻回去 那這個是上課做互動用的 就是可能一個問題在這邊 然後讓學生回答 回答完之後 翻過來對答案 好 所以這個是翻翻卡 翻翻卡 或者那個什麼上英文課 好 然後 讓學生去念 或者是看到鴨子 他要會講大可 然後翻過來看答案 是不是大可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翻翻牌 然後骰子呢 是也是上課互動用的 好 所以拉出來 直接就可以使用 好 你要挑 挑數字 然後呢 他可以自己做 好 就如果說你要 呃 做其他 比如說你要把這個點數變成字母 或變成圖案 那你就點一下齒輪 好 點一下齒輪 那這邊呢 有一個 有一個板手 你點一下板手 你就可以把圖片直接拉進去 好 圖片直接拉進去 那就可以 做你自己的骰子 做自己的骰子 好 好 這是自訂骰子的部分 好 那你做好之後呢 一樣就是點一下 他就可以 隨機的去選取 好 所以這幾個都是我們常用到的 然後另外三個呢 也是更常用到 比如說 尤其遠距的時候 你要鎖定他的焦點 比如說這個字很小 看不清楚 你就可以用放大鏡 放大鏡 放大鏡 點兩下 快點兩下 有沒有 來各位同學 看這個地方 這個 半鏡是可以拉的 半鏡可以拉著這個圈圈 就會放大 然後拉其他的地方就可以移動 所以這是放大鏡的功能 有時候要看一些細節 比如說夜脈 夜脈那個邊緣 或者他的那個紋路等等 或者看毛細現象等等 就可以放大 好 最後一個 第二個 這個是SpaLine SpaLine就是鎖定焦點 你點了SpaLine之後 其他的地方全部變黑的 那同學就會 你要拉旁邊 拉這個邊緣都是改變大小 拉旁邊 好 那學生就會只看到這個焦點的地方 只看到焦點的地方 好 那這個是那個SpaLine 好 那最後一個是 這最後一個是遮罩 你點了遮罩之後 它會把全部的東西遮起來 那你這邊可以去設定說 我是要遮哪個部分 遮哪個部分這樣 然後你可以這樣打開 可以打開或者讓它消失都可以 這是遮罩 好 這幾個是常常教學常用的功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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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